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舊的建筑 记录前人的生活状况 亦包含前人的智慧 围村之内 除了纯朴而又简洁的文峰之外 亦有不少建筑物 更加代表着一种已经被遗忘 但仍然值得学习的生活态度 熟悉围村的肖国建教授 会为我们美美到来当中的人 事和情 我们已经进入了围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洞 这是什么来的 其实是一个窗孔 你会看到多深 就知道了这幅墙有多厚 直至今天 窗孔没有塞到 这是它的防围 窗孔在门口旁 要来到守卫着门口 不知什么 那边也有一个窗孔 一对窗孔就防围住了 窗孔旁边 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整条村 那些居民生命的源流 那个就是水井 这个水井 你看看它多阔大 经过了 我们说由明代 大约十六世纪末期 到今天来说 已经几百年了 隐约我们会看到 那个水井 还是生半了草 底下还有水 当然今天我们不用的了 有自来水 但是水井仍旧存在 可以看到当时的人 多辛苦在这发展 我们已经高高的 在一个小山的上面 刚才我们走上来的 那就是水井是很深的 透过矮山 然后到下面有水源的地方 这个是他们生命必需的东西 围墙之内 自给自足的生活 已经是昨日的事 而楼下的 是一串又一串的窩心梅液 在这个围里面 我们除了住屋之外 当然一旦受到攻击的话 他们关在围没 他们就是死守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粮食方面 他们一定要有所储存 所以后面的 你会看到有一块 今天是烂地 就是果园 而除了生果之外 我们会看到一间 是一间的猪屋 里面是猪篮 一格格间开 那些疏辣 当洗猪篮的时候 那些污脏水 会在这里流出来 今天还保存 不过当然 这些已经不是我们 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了 因为猪的水污脏 所以已经荒废了 但是证明了 最初他们发展的时候 他们一定在这里有养猪 海盗抢劫一个围村 而他们需要自己来守卫 龙虞头 就没有一些实例可以举得到 但是例如西贡 那地方也有实例 一些海盗的村落 或者西贡海边村落 是受到海盗的袭击 当时也有说 一位的神父带领着他们 他们有他们自己 买到的枪枝 来抵抗海盗 在今天我们西贡的地方 是有这些历史经历过的 其实由十八世纪中业以后 当治安越做越好 围村里面的人 他们的人口增加 所以围的围墙限制住他们的发展 很多都搬出外面 以老围来说 当然他们也有搬出其他的 所以到十八世纪中业的期间 老围已经发展到 对面马路我们今天看到的 那个新围 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都有 有些未必发展多一个围 他会在围外面 建屋住 住下住下 外面就成了一条村 举例 以老围 和东角围之间 发展一条村 因为这条村在池塘旁边 我们就叫它池塘村 另外的 例如永宁围 那些人多了 搬出围外面 就有条叫永宁村 所以一个围 好像背仔 背一条村在旁边 就可以看到 那个围的人口增加了